呃喂大家好呃这个是呢我们这段影片是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这个做这个表面的这个哈屏这个反应呢 他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 OK那这个刚刚我们是刚刚设定跑了这个哈屏呢这个这个模拟呢 嗯这个其实呢其实你可能如果你在跑的过程中失败的话 那也就是可能要去稍微调一个一调一个东西让他之后让他可以成功哦 其实刚刚跑的时候跑到一半其实也是失败的 所以我去调一个东西呢哎他就哎他就他就他就没有问题了 就是说你在这个我们你刚刚如果失败的话你去这个这个Electronic这个选单里面呢这个Ball里面呢点一下一个东西哈 就是本来你把这个Max SCF cycle呢把它调成100多步啦或者把它调成100啊我这边是调成128哈 OKOK因为他正常预设只是50啦OK那你如果刚刚我们刚刚这个哈屏那个工作呢 你如果到一半fail掉的话呢那其实就是说呢他可能在某一步的计算之后 某一步的计算他在这个他在这个他在这个他这个SCF cycle在50步之内呢还没有收敛啦OK那这个其实那其实我仔细看了一下 其实呢他50步没有收敛并不表示说我们的工作设定有问题哦 那只是说呢这个系统因为有未成对电子哈所以他那个收敛有时候会比较慢 他那个计算有时候收敛会比较慢所以你把这S然后我看一下那个计算的过程其实他其实已经慢慢的收敛 只是说呢50步还不够他收敛而已所以呢你这个如果你这个计算fail掉之后你再重新再发动一个计算哈那只是把这个在Demotory这个 Electronic Electronic 选单里面的SCF这个选单呢 把这个maxSCF cycle调成100或者是我像我现在上面写128哈然后呢其实再重新做一次计算呢那其实就OK啦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计算的结果计算结果应该就是这个这个图这个这个文件应该就是准兴选 选选选的这个准兴选的这个准兴选选选战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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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 他发现他停在中间了OK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说过啊哎我们这个其实呢我们的反映呢其实是从左上角跑到右下角 这个哈平是从左上角跑到右下角 我们要预期是这样子吗 OK所以它存心圈Stay呢 我看一下 它这个存心圈Stay呢 它应该就是停在中间 这个我们刚刚所做的那个 Reaction Path这个档案 我们再打开再看一下 OK我们从左上角跑到右下角来 OK所以那存心圈Stay呢 应该就是其实呢 如果你如果你这个稍微 大概查一下的话 存心圈Stay应该就是停在那个中间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存心圈Stay的结果呢 就刚刚我们刚刚看到 真的是停在这个中间 那这个图档是什么呢 这不要理它呢OK 那我发现是真的停在中间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反应的能帐 Energy Barrier是多少 那能帐呢 如果上一次前几成影片 算分子的时候 有说过它会出现在 这个文件档里面 就是后面没有加React 跟Product 这个文件档里面 这React跟Product 这后面有多一个React 跟多一个Product 这个两个文件 其实就是那个反应物 跟生成物的 那个结构优化的计算 OK 那要找反应者的话 是在这个文件档里面 这个Output档案里面 那这Output档打开呢 我们打开 OK我们在按Ctrl F 然后搜寻Barrier这个关键字 在按文件档 然后按Ctrl F 然后搜寻Barrier这个关键字 往下找呢 OK 你看你就找到了 Energy of Barrier 是44.9K卡 per more 那上面有一个很有意思 这Energy of Reaction 是零 OK 那这个就表示呢 它这个反应是蛮有点怪 它这个是长这样的 它这个图形是长这样 各位有没有议会的出来呢 OK 这个呢 其实呢 就表示说呢 这个反应物呢 Reactant跟Product OK 那两个是一样高的啦 ReactantProduct是一样高的 可是中间有一个Barrier 然后这个Barrier呢 是44.9K卡 per more OK OK 但这个反应物的前后反应物 其实能量是一样的 这个 这也不难想象啊 它哈评前跟哈评后 它只是说一个在左上角 一个在右下角 其实那个两个构型 其实是以左行星条件来看 其实根本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会得到这个结果呢 也不会太奇怪 这也表示说呢 这计算有算对 你如果这两个没有零的话 那可能表示呢 你算错了 那这Energy这个反应能能胀呢 居然是44.9K卡 per more 这应该是蛮高的 就表示这反应比较不容易进行 OK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再Check一下 我们这个TensionState 是不是真的就是TensionState呢 那我们就说过呢 要怎么Check 可能真的是TensionState呢 我们把这个打开哈 这个TensionState 这个结构打开呢 然后呢 哎呀 这个画面上有一个这个 我把它擦掉了 OK OK 好的 然后这个呢 TensionState呢 这个我看一下 我们刚才有说过怎么TensionState呢 你去这个Tool里面的Vibrational Analysis里面呢 然后你按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算那个Frequency 你按你在Calc 所以应该有那些 有Frequency的资讯在里面 按Calculat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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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你会发现呢 啊呀 怎么这么多的了 啊呀 怎么这么多的这个虚平在里面呢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嗯 那这表示说呢 我们找到这个TransitionState呢 这个位置呢 可能不完全 也不能说不完全是TransitionState 就是它离真正的TransitionState的位置呢 还有一些些差别 所以我们看这边有四个虚平 那我来看一下 这虚平是长什么样子呢 嗯 来看一下这个它怎么动呢 OK 这个-142.2 这个虚平怎么动呢 嗯 这好像也是从 从左上跑到右下的一个感觉 OK 好 那我们再点回来看另外一个 那如果147的这一个 这一个是长什么样子呢 啊 67这一个是 这个其实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OK 这个其实呢 哎呀 这67这一个 其实是很多个原子的那个振动 呃 这个振动是很多个原子的贡献 不完全是这个 这个我们最上面这个原子的贡献哦 嗯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这是表示说 其实 这个TransitionState呢 我们这个TransitionState这个结构呢 这个结构没有很完全的优化 就是它可能还差了这么一点点哦 那这个呢 如果你要真的要找到真正的TransitionState呢 可能就要去这个 可能就是之前的影片讲 你这个TSTransitionState的Optimization 还要再给它再做一次这个TransitionState的Optimization哦 因为这看起来呢 它离真正的TransitionState 还有一差一点点 因为这边还有四个虚评呢 OK 那而且这两个虚评的看起来不是我们要的 这两个是我们要的 一个-142-143 因为你看它这个-142-143大概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原子哦 然后它一个是往一个往前一个往后 它想要从反应物 一个是反应物方向 一个是生成物方向哦 但是它应该只只有一个才对 那表示说这个还差了一点点 所以后续还要再做 再做一次TransitionState的Optimization 那我最后再看一下这个-142 这真的是吗 我看一下 再看一下Animation 嗯是的 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啦 OK 142跟这两个142.3跟142.22 其实是同一个 同一个振动模式 只是因为周期性条件 因为啊不是因为周期性条件的关系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 OK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 这两个是一个 一个是往前一个是往前一个往后 一个是反应物往生成物 一个是生成物往反应物 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OK所以其实我们也差不多算是找到 只是没有很完美啦 OK好的那这个如果你后续呢 想要再继续就做这个 就把更精确的 把这个transition state找到的话呢 诶我刚刚这个是不是点错 OK好吧 所以说你如果这个这个你要再把这个程序线 stay要再找得更精确的话 其实就是呢 我先把这个动画档删掉 就是呢你在这个demo3呢 里面这个module里面呢 你再把它打开这个程序线 stay这个图这个结构把它打开 然后再做一个tsoptimization OK做tsoptimization 那这个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示范啦 因为这个再算下去可能也还要一些些时间 就是让你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差不多了 已经很接近的 是没有那么完美 那因为这个系统原子数比较多了 所以可能会发生这种状况 那我们之前的分子好像 这个好像找到就差不多了 好的这个只是呢 这个结果的分析 好的那我们这个影片呢 暂时到这边呢 那我们下一只影片就是要讲这个exchange 这边是happing 那我们还在做一个exchange的一个例子 exchange反应的例子 好那我们生二之后的影片再说了呀 OK这影片先暂时到这边呢 拜拜